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3年国民经济运行的一系列重要数据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.2% 高于去年年初确定的预期目标 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我想对于世界来说这至少意味着三重利好 一是为世界经济提供驱动力 2023年中国经济增量超过6万亿元 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 国际金融论坛的报告显示 2023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2% 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起 二是为世界经济带来稳定性 中国经济稳健前行 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良好稳固的基本面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 中国内需稳定 通胀保持低位 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4年 居世界首位 进出口规模逆势增长 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 三是同世界各国共享新机遇 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 未来十几年将达到8亿人 必将为提升全球的总需求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关税总水平已经降至7.3% 接近世贸组织发达成员的水平 近五年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收益率约9% 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 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我们相信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中国是现代化 不断推进 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利好 为全球发展贡献更多动力 不断推进